手机配件品牌犀牛盾 当你要的不止防摔 它绝对能给你更多 犀牛盾擅长透过产品制造惊喜 壮壮贴 果粉必备 特殊塑胶材料 超强防撞力 不会像玻璃材质一摔就破 滑顺服贴荧幕边缘 厉害的自动排气功能 不用到店面请人帮忙安装 手残新人也能轻松搞定 Apple Watch也有哦 犀牛盾官网输入 i Believe有专属优惠哦 欢迎收听百灵果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the Bilingual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丽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来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哇 这个 我觉得很尴尬的 一秒变成0.5秒左右 怎么样 你觉得很写零零 你觉得写零零对不对 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在家录音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podcaster 应该都面临一样的状况 想要降低风险 但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不能说我们的 solution是最好的 那但我知道 大家也给我们很多意见 但反正是一种solution啦 那我们要先抱怨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delay比较严重的话 其实就是Ken家网路很烂 我家网路很烂 凯波根本 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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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那字怎么念 我不知道你是网路的问题还是 凯...不是是凯波 破吧 破吧 不是P 是B 我是打BO才找到这个字 anyway anyway 就是烂 所以其实是网路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被消磨殆尽了 你们你先聊天吧 我要累积一点能量 有点烦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每一个人 完了 我不知道我带什么回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录音机回家 然后装上我们的SM7B的麦克风 然后我们还带回家那个麦克风架 还带回家比较轻便的灯 然后还有很高级的摄影机 然后我还带回家一个监控的萤幕 对 没错吧 我没有讲错吧 对对对 你没错 你还带了一个灯 耶 我觉得我现在好棒 我现在看着我 然后理论上 理论上你是应该有带一个扩大机回家 可是你那个不见了 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我现在没有扩大机 好 然后我们的做法呢 其实我们试了很多种software啦 原本是希望可以看到对方的脸 其实就是会觉得比较自然 但 可是网路就是烂 对太烂了 凯波就是烂 再讲一次 凯波就是烂 烂到爆 你就会觉得他一费死不会到我们干爹的大关 他的烂就烂 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个 其实Clubhouse比较 算比较稳 相对来说 我觉得delay速度也比较短 因为之前用Line code Line code我觉得drop掉的几率也很高 Line也蛮烂的 真的 真的啊 真的啊 相对来说Line code 真的讯号就很差 所以我觉得Clubhouse这一点是做的还不错啦 对啊我们也试了那个Discord 因为去中国的那个网路距离比较短 速度很快 合理 合理 好 然后呢我们一直为了要如何对时这件事情 讨论了很久 然后神父帮我们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法 但我们刚刚也很痛苦啦 就是打117那个中原标准时间 然后每个人都录进麦克风跟相机里面 这样就可以大家都用一样的时间 就可以对齐了 但是蛇好像这辈子没有打过117 我们就在群助理说好现在打117又好 那现在要打啰 然后他就一直说什么什么什么要干嘛 现在要干嘛 我就发现他听不懂欸 他就写了117这三个字出来 用手在那边打 哈哈哈哈 最好 哈哈哈哈 笨死 我会以为是什么房间的密码之类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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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哈哈哈哈 啊所以去117房号喔 蛇 哈哈哈哈 Come on 哈哈哈哈 Come on Come on 什么时候房间有密码 哈哈哈哈哈哈 完全没有进入状况 我们帮打117 然后要爆到什么时候 就搞了15分钟 搞到现在CAM 有人打了就挂掉 挂掉说欸你打了没 哈你只爆到30秒 那我是40秒才开始打 就啊干 有打跟没有打有什么意义 我蠢爆了 我整个是 现在能量被吸干了 我跟你讲 117真的是 爆能量吸干 我现在超 超没有劲 我现在超级没有劲 好所以如果我们听众 有人不知道117是什么的话 就欢迎现在打 是一个我们早期 大家没有手机 跟每个人都没有手表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子 没有手表 可是有电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什么啊 没有手表 可是有电话 所以可以打电话去问 然后把家里的时钟 然后转后面拿起来 转转转转 转到标准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标准时间 哦好按一下 就继续了 哈哈哈 真的耶 真的就是这样 好啦 希望我们今天的解决方案 有帮助到大家 或是大家觉得尴尬的感觉 稍微少一点 那你就当作是 我们真的很尴尬好了 那我们最近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 就是我们最近闲聊太多了 有点不开心 你们讲的话都有看到了 那我们大家已经有听到 我们就不闲聊了 好那开始录吧 诶等一下那个有一个医师 我们有个医师的听众啊 想要就是透过我们节目告诉大家 就是他们真的很热很累很渴 然后然后每天压力都很大 然后拜托大家 你们就是多多待在家里 不要乱跑 这样他们比较有动力继续去救人 不然就会有种救不完的感觉 救不完就是你们就是那么 不听话那我干嘛 就是 对啊 而且我刚 我其实前两天有看到那个台北市政府 有出来呼吁就是招募这个 就是退休或是没有在工作医护人员 我想说天哪 真的有人会愿意去吗 因为这风险很高耶 又辛苦 然后天气这么热要穿防护衣 结果我至少看到那新闻就说马上就有 八百多人就愿意 去第一线 八百多很多耶 对而且那是我只是看到那篇新闻 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要再增加 那是当天的 哇哇哇哇 现在真的是心还感恩耶 这些医护人员 谢谢你们 真的是很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只是要待在家里就觉得很痛苦了 更不用想你们要上第一线 就是真的很感谢 我们很少这么正面 嗯对 这不是我们的路线 可是该给的credit要给 没错 好 所以大家请多多待在家里咯 对那再来是我们金 我们那时候去金门就是考察的时候 有一位金门的原住民 那是一位金门的原住民 就带着我们罗罗手吗 那他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呼吁一样的事情 就是大家没事不要去金门玩 哦对金门好像之前有一些状况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金门的医疗本来就是比本岛更有限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去 然后 而且因为他们那里医院说不定对岸还比较紧 不是我跟你讲 金门之所以会那么难控管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医院少 而是那边的人根本就是德州 不是那边的人就是德州人 too free out of control 我跟你讲 那金门人就是out of control 真的啊 你不觉得吗 金门人就是out of control 超屌 对他们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根本台湾德州 对 嗯 所以大家尽量哦 所以大家尽量哦 给那么自由的人 好 好 好 那我们准备 first news The Detroit mayor changed course and endorsed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as safe and effective after he turned down 6200 doses of it insisting that only the best would do for his city meaning that Pfizer and Moderna version of the COVID-19 vaccine 底特律市长原本拒绝了6200剂的交生疫苗 呼吁他的市民值得最好的疫苗 也就是说他要的是辉瑞跟莫德纳的疫苗 那后来呢就突然示范法家 我还开始称赞交生的疫苗 I have full confidence that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is both safe and effective Mayor Mike Dugan said in a statement We are making plans now for Johnson & Johnson to be a key part of our expansion of vaccine centers and are now looking forward to receiving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s in the next location 那市长他是杜根 这个底特律市长他就发言表示 我对交生疫苗很有信心 它是一个安全且有效的疫苗 那我们将会根据交生疫苗的到货状况 来进行施打 然后进行接下来的规划 也很期待之后 可以拿到更多的交生疫苗 我有问题哦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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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不是美国也暂时停止施打吗 诶他们 我不知道诶 有吗 有他们有暂时停止施打 然后后来才继续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诶 因为有血栓风险 对他们中间有暂停一阵子 而且有六例哦 六例血栓风险 就是血栓的案例 不过很多人说 这六例是他们打了几百万个dose之后才出现的嘛 对因为AD之前也是有一样的消息嘛 就是说很少部分的人有血栓 那大家觉得紧张嘛 这很正常啦 不过我要先讲一下哦 这个迪特律市长的这个新闻呢 其实不是最新的 因为其实现在美国蛮多城市都打了很多疫苗了 都已经打到 现在人变超少了吧 现在应该打 每个城市状况不太一样 像我们下礼拜二要播出的那个 Justin Young 他是在马州 波士顿 波士顿 对波士顿那边 他说我记得他们的疫苗施打率好像好像是全美第一还第二高 第二高的 所以他们已经准备要解封了好 那这个 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我就会看你 然后你就会救 现在就是你就是让我 对你就是让我自生自灭 好所以我在看到Vox 所以最近凯莉自爆 大家就是去安慰她一下就好 反正Vox他就做了一段影片 然后我觉得这段影片其实跟台湾状况会蛮有感的 因为台湾现在状况就是美国可能半年前准备施打疫苗前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就讲到说 这个市长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很正常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会去看那个Efficacy Rate 就是那个有效率 其实台湾也是看那个 那说什么嬌生还有 Sorry 说辉瑞跟Moderna 这两个是大家公认 对公认最好的疫苗 然后他的有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其实那个Vox 他的那个影片里面就讲的蛮清楚 他说 他说当然 当然大家觉得这疫苗 那个有效率其实很重要 但要大家知道 因为现在都是在很急的时间内去做这个实验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疫苗 做实验的场域跟时间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觉得 嬌生的有效率好像是六十几 然后台湾现在打AZ疫苗 如果看有效率的话也是六十几 所以如果你只比有效率的话 大家就觉得 哦怎么这么差这样 可是其实你要 有这么低吗 AZ我以为是七十几欸 我看Vox上面的数据是这样啦 哦 是打完一季还是两季 我们可以请舌再确认一下 哦 因为我记得就是打 我看到是79% 对啊 我记得那个AZ其实没有那么低 而且是你真的觉得不够再加打 我觉得很妙 我朋友跟我讲 他有研究了一下 一直加一直加 对就是打不够打第三季 就oh it's super effective now 这样子 或是就用Cocktail mixing的方式来打 哦对也有人说Cocktail ok嘛 嗯 不过Vox就是想跟大家讲说 其实这每一个疫苗的实验场域 那个落差非常大 他说一开始的那个嬌生跟Moderna 大家公认最好的那个疫苗嘛 他们的实验场域是在去年的夏天 夏天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还没有到那个再一波高峰 那个时候的状况是就lockdown啊结束 然后大家的感染率是稍微低一点的 感染人数也没有上升 然后后来的不管是像AZ啊 或是Moderna等等 他们其实在他们做实验的时候 是在就是秋冬 甚至到今年年初 所以是爆发大爆发时期 嗯 然后有的实验场域其实也不是在美国 然后可能在巴西 或是在非洲的国家这样 所以看哪一个适合嘛 所以他说 其实那个比较的元素没有办法 就是完全一样 就是那个环境 没有统一就对了 对对没有统一啦 所以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风险不一样 国家风险干预也都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说 不是说有效率不重要啊 只是 其实讲难听点就是 重点就是大家都要打才会有用啦 他的意思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个 然后另外他讲说 不管是什么疫苗 现在 不管是台湾现在打的AZ啊 或者是 大家很想打的灰瑞啊 或Moderna等等 他重点是 他会这个预防死亡跟重症啦 对啦 就算打了得了也不会重症 对不对 对然后他就说 现在所有的这些市面上 有得到认可的疫苗里面呢 刚刚那几个他的死亡跟重症率都是0 所以就算你会得 但你也不会重症或死 他说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这很重要的耶 很重要 可是他这样讲 他有想过就是中国疫苗吗 我认真的 那个表上面没有中国疫苗 Come on 你讲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内心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挑战你哦 你记得吗 我刚刚跟你讲 有 你知道我想要讲中国疫苗 我知道 但那个表上面没有 哈哈哈 就是 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些疫苗 好所以我觉得就是 他想要告诉大家啦 大家一起打 才有办法终结这个疾病 哦 其实说实话 一开始AZ 就是让空服人员可以打的时候 那个Ivy有跟我讨论过 说他到底要不要打啊 然后他在担心 在想一些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们讨论的结果 其实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很需要的话 看要不要 因为他都现在没有飞国际 就是长途要过夜的班嘛 我说那不然留给那个 就觉得可以再看看嘛 对对啊 那就留给更需要的人 没有啊 那时候就没有人要打 没有什么更需要的人啊 可是那时候就想说 留着就好了 对啊 那时候台湾人就觉得 GG 更早到 早到应该要去打了 而且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已经有打的人超嚣张的耶 是哦 对啊 他们说哦不好意思 我刚开始就是没有人要打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约咯 真谁啊 然后这个嘴脸真GY 是老人吗 有老人也有可心 啊我讲出来了 他是很nice的啦 哈哈哈 哈哈哈 可是 你这样把他卖掉 哈哈哈 他是小朋友 他没有GY啦 但我看他讲话 我就觉得一点GY 哈哈哈 哦我在大家还没有决定的时候 人家不要证你就说人家GY 对啊 他那个嘴脸 哦我在大家还没有 还没有在抢的时候 就第一个就预约 哦我第一天开放就去预约咯 这样 是不是很GY 哈哈哈 还好吧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去解人家 不要因为人家可爱就嫉妒人家 人家蒙古他们只有俄国跟中国的疫苗 我们不能再挑了 等一下蒙古 蒙古国是不是 对啊蒙古国 他们这个国家大概三百多万人口 然后俄国跟中国分别给他们疫苗加加起来就五百多万剂 哇靠 非常疼小老弟 可是俄国的疫苗好像比较少人在讨论对不对 俄国疫苗是怎么样啊 他们是OK 也是OK的吗 COVAX有认证过吗 呃我目前看到是还是有就是施打后有死亡的案例啊 但是俄国的话比较难 对你知道的 拿到正确数据 跟中国差不多嘛 而且他们送出去的疫苗也没有中国这么多 哦 中国真的很强欸 不是我要说他真的很有办法一直送疫苗出去 他们不是还有送给泰国吗 然后送给泰国 然后泰国人人还在骂说你们自己人都不要打还送给我们 送给我们还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啊泰国还是有花一点钱买哦 对可是就我的意思是泰国人民就是在网路上留言的 都骂得蛮凶的 那他们是不是有那个国家队还是体育队有打中国的疫苗 你说哪边 泰国 泰国吗 嗯 我看一下哦 好sorry这个这个我要确认一下 我记得是什么他们全部都都得病 哦他们的女排 等一下重讲重讲 哈哈哈 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泰国的女排国家队 他们有打中国的疫苗 但是全队26人还是确诊了 哇 全队全队 因为他们都住在一起啊 一个人得病 那大家得病 几率就很高 哦 这好扯哦 大家都打完了 然后还是一起中 对注射过中国疫苗 OK 好吧 所以我们还是慢慢等吧 继续待一下你等到疫苗 哦对有一个还蛮好笑的是 就是我昨天有po一篇文就说 就是我没有打到疫苗 其实有点sit 那个还好 重点是下面就有一个中国人留言说 舍边别难过 我们中国这边还有很多疫苗可以给你 但是可能会卡在海关那里 哈哈哈 我就说谢谢你 不过我 我很介意 哈哈哈 你介意什么 介意什么 啊我觉得我们中国听众好可爱哦 就 他们真的心脏很大科 还要没事被我们酸来酸去 然后他都要 而且有时候也不小心有人会骂到他们 他们都要很理性的跟大家说 对我偶尔还要说 哎 friendly fire 不要乱攻击 就很可爱 我蛮好奇现在中国 在中国的大家都是已经打过疫苗了吗 这一点这个新闻你有看过吗 我们可以问一下 因为今天我看新闻 因为我们上礼拜才讲完东京奥运嘛 那东京奥运 那东京奥运 上次我看到的新闻是说 他没有强制每个运动员都要打 可是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说 他们还是希望说来的运动员能够自我先施打一些疫苗会比较好 没有强制可是还是希望 所以我就觉得很微妙 就是 yeah we're not forcing you 我觉得日本看起来就是要 就是要办了耶 他们有要管耶 好酷哦 可是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说来的外国选手可以少一点 我认真觉得说what the fuck 来的选手少一点 是不是 比屁比啊 是不是 所以要是我是 如果我是奥运选手 我可能就会去比 你看我都几岁了 对你就有机会赢了 对我就有机会赢耶 就像你去比跳绳 你可能就世界第一 oh god 那我一定去啊 对啊 大家不知道的话我们最近每次都有在直播跳绳 都很弱 好可怕哦 都一直跌倒之类的 然后打到狗 这比较可怕 对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就是运动一下 不然真的在家真的是会吃饱耶 在家真的很sane耶 真的好sane哦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在家很忙耶 就明明没什么事 然后突然就多了一堆杂事要弄 没有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找事做 我们要嘛每天就在运动直播 要嘛就说什么要电玩直播 我们昨天晚上测试测试到12点 然后要嘛就是 然后要嘛就是在那边什么 煮饭然后吃东西 然后我还开什么卡拉姆酒啊洋芋片 哦干我已经几年没有吃那种东西了 你卡拉姆酒哪里来的 你是去Costco买那种超大包 不是 我不会买那种东西 一定是我姐妹来然后会丢在这 可是我跟你讲哦 然后他们以前都会来吃 我的听那个上次我去逛Costco嘛 然后有听众跟我讲说你要买 卡拉姆酒的话千万不要在平常的 7-11买 你一定要去Costco买 因为Costco买的里面空气是最少的 哦 就是最划算 所以你有空的话 看能不能Costco上面网购一下 我不要我不要 而且他也不会 那个东西不划算没关系 真的 少吃一点不会死 不需要这么斤斤计较好不好 好啦不过北韩好像也有打到中国的药 对不对 对啊我看到的是 那个是药不是疫苗哦 是吃的药对不对 可是台湾下的那个标题都说施打 我觉得很微妙 哦对啊那个是施打 哦是施打的药 反正就是北韩有高官啊 而且apparently这个人就是金正恩 觉得很不错 很爱的人 爱将 然后就是打了以后 结果死掉了 那金正恩超火 然后下令 我们再也不打中国的那种 COVID相关的药品 OK 耶 欸不过真的吃药吃到死 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干欸 对啊 最近 最近新闻也 也在播很多那个中药 你有看到吗 我没有看到啊是什么 那是什么啊 勤管一号啊 这新闻整天在播 那是什么啊 就是中药啊 什么 拿来治COVID 对啊 他就是说 吃的话 你有症状的话 会让你好转 缓解 然后肺部位纤维化 那我看了就觉得 哇真的吗 中药真的吗 真的吗 我在想他是不是 把那个中药的什么 止咳化痰的成分放在里面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真的吗 然后就这样子 我再问下去了 就真的吗 好 那 真的 真的吗 真的如果家里有人吃的话 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对因为我真的好奇 真的吗 这个有效吗 真的吗 全世界死那么多人 结果台湾瞬间有一个清冠一号 怎么可能 真的吗 好厉害哦 我只是觉得很厉害 我只是觉得很厉害 你屁啦 他们的重要增强 你干嘛怕 你干嘛怕 你怕屁怕 那喝浮水算中医吗 我是那个是道教啊 是吗 感觉起来差不多吧 完了 你这样做就是把那个歧视带进来了 没有办法 我就充满 浮水为什么是歧视 再加什么 就是no filter 不是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啊 大家 我们前一阵子啊 有一些组织都会想要跟我们合作嘛 因为我们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 看起来很有公益形象还什么的 然后他就跟我们合作说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呼吁大家撕掉标签 然后不要歧视 我就说 Are you serious 我们就最爱贴标签啊 我们超爱贴标签 而且 可是我们是透过贴标签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哦原来这些标签是 可以撕掉的 是存在的 是可以撕掉的 都自己讲 对我们都自己讲 而且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耶 而且他 就是那个组织他就是人很好 他写来的那些标签 都是我们平常会拿来开玩笑的标签 我们就讲出来啊 就是 跟那个原住民相关的嘛 然后就说 想要撕掉一些标签 就是 什么山珠 哈哈哈哈 然后 靠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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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讲过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嗯 什么 翻 翻载 说是翻载 然后说我们 说我们已经超越翻载 对我们是直接讲傀儡 对 哈哈 我们已经超越翻载 对我们就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 对我们 嗯 你有回那个姓吗 我我没有耶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 我们跳出来 我不敢回耶 因为我觉得我们糟糕 如果我们跳出来 呼吁大家说好 请大家 就是撕掉这些标签 譬如奇山珠 譬如 大家去剪我们的旧片段就有啦 我觉得 一堆耶 我觉得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听众笑死 而且被酸到爆 一定被酸到爆 就算利益良善 我们也会被酸到爆 真的真的真的 这种事情不敢做 这种credit不敢要 对 这种不敢要 好 好最近 欸蛇你最近不是看到一个帅哥来台湾 对啊 蛇对这个帅哥是积极耶 我没有看过他对工作这个积极 积极到你已经私讯他 然后搞不好已经要到了 搞不好 我整个傻眼 我傻眼 好 让蛇先讲 这是你的口头禅 我的口头禅吗 是我傻眼 对他的口头禅就是我傻眼耶 我傻眼 真的喔 我傻眼 以后你只要说我傻眼 你就要喝一杯 对 放酒在家 欸 你不是喝吗 真的超长喔 我傻眼 我傻眼很长 那我少讲一点 不用啊 反正就喝酒就好了 快点啦快讲 那个记者他叫Will Ripley 他是CNN驻香港的记者 我一开始会知道他来台湾 其实不是我原本就有follow他 是有一个听众私讯过来的 他希望我们可以跟他聊聊天 为什么 他之前是在哪里 为什么要跟他聊天 他是驻香港的CNN记者 然后他以前有去过超限19次 然后还有就是特别去那边拍纪录片 是有在那个美国的新闻界得奖的 哦哇哦 所以他不是只是帅而已 对 他是真的有料 他不只脸他身材也不错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夸张喔你 我真的翻白眼翻到哪里 对 然后蛇就一直 他就在群组里面一直丢脸 结束你看他有去过这里 你看他有拍过那里 但是一开始就超无感 就想说哦就一个外国人而已啊 对 然后我就很冷淡跟他说爱你自己邀啊 这样我想说跟我讲干嘛 对你 你爱你自己去邀 结果他邀到 我说欸 我傻眼 不是你知道他还改了一个paragraph 然后用英文的 就改写你之前的那个范本嘛 然后还跟我说 呃我觉得用email正式邀请比较好 所以就叫我用email邀他欸 我想说哇 指挥我欸 哈哈哈哈 没有我就用官方的email会比较正式一点 ok 然后我就真的把蛇的东西复制贴上 然后就真的邀到了耶 对 好开心哦 他们说他们在media team那边讨论啊 没有啦 他们说他们最近真的很忙 因为都在处理那个台湾的疫情嘛 所以之后 是 有机会会跟我们讲 所以其实是非常正面的 因为我知道 是是是是 有一些新闻媒体 中国际大媒体的记者 是不太能自己上节目的 除非像那个Sam Samson 是老板自己跑来就可以 对 其实有一些是不行的 他们可能会怕 就是有立场问题或讲错话嘛 可是我 我看那个email看起来是 他们是非常 就是willing to join us 这样就觉得欸 如果有机会可以邀请到他 会真的蛮棒的 但如果是 可以见面的情况下更棒 但这就是要看疫情 就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了 对啊对啊对啊 我最近真的在常常在那个 台湾的电视节目上看到 台湾用他来台湾的片段 哦真的哦 你说那个DNN的记者 对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 欸帅哥 欸这不就是蛇喜欢的那一个吗 这样子 所以蛇你觉得他长得有很 帅 之前蛇说他喜欢的类型叫做 什么 孔玉燕哦 哦许光涵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喜欢小白脸对不对 你不是 对我喜欢 就是有身材的 哈哈哈 有身材的小白脸 不一定要小白脸 还是你喜欢就是看起来比较阳光 肤色比较小麦色 对对对要阳光 然后小麦色 館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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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长蛮阳光的啊 我还漏我结巴了 哈哈哈 欸那那个呢 布莱克谢谢呢 我突然想不起他 阿如阿如 阿如 哦他看起来 太太 太柔弱吗 哈哈哈 哦 欸我跟妳讲 我昨天看阿如的IG 他在那边跳舞 我觉得还蛮 蛮好笑的耶 他超好笑的 他是需要呵护的那种类型 哦那布莱克谢谢呢 我觉得还蛮帅的啊 我突然想不起来他长怎样耶 啊好啦好啦算了算了 我觉得你 不要逼人家 再讲下去会很恐怖 OK那就贴到这好了 Stay tuned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 This seg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Vivi Vivi的Podcast节目 网红No Filter 带你听见人情网红们 照片背后的另一面 不管是气质空灵 还是性感迷人 都等你来发觉 Vivi 每个人的女神男神都在这里 到Spotify 或是iTunes Podcast 搜寻网红No Filter 按下订阅哦 就你网红No Filter 很久没更新啦 很久没更新啦 我们真的超久没更新了 因为从我们公司暂停之后 我们就先就是 录的急速有少了一点点 再来是 真的现在也没办法录 对啊 我们其实上礼拜 还上上礼拜 我们有跟网红有约了 可是那时候已经有几个疫情 在散播了嘛 然后那时候 我们自己内部就讨论说 先不要好了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很多网红们 其实大家就是会跑 比较多地方嘛 要拍素材啊 拍东西 就想说 现在为了大家安全还是不要 结果 就整个爆炸了 我们现在也不用录 真的 好想我们台东也立刻取消 完全没有悬念 真的耶 真的 现在看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 we made a great call a great call a great call 明知之举 明知 虽然很想去玩 可是还是 之后啦 之后有机会 嗯 好 明年 Second news 太久了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明年 不会啦 我跟你说疫苗来 大家就会 这次就是乖乖打了啦 绝对不会有人在那边 挑东挑西 就是边打边挑啦 那我就算了 Moderna是打一剂还是两剂啊 诶我不知道 我知道AZ是打 诶 AZ是两剂 而且我也有问题 就是 AZ 现在就是取消 自费施打嘛 因为现在要把所有的疫苗 给 给那个医护人员 那如果之前是已经有打过第一剂的 那 第二剂怎么办 他们第二剂都排不到 第二剂都排不到 那这样怎么 那这样子基本上第一剂就是废掉啦 不会废掉 应该没有到废掉 你打第一剂以后就 就有一定的保护力了 是吗 可是打第二剂会比较完整 所以不是打一剂而已 也是废掉 不会废掉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推 就是大家一定要打完第一剂 因为你打完第一剂 就有基本的保护力了 就基本上就是不会重症死掉就对了 但是还是 尽量要打第二剂 还是尽量要打两剂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OK啦 两个更好的意思 两个刚刚好 两个 首一定不知道是什么 对 我们那个年代家庭计划 我们要去跟行政院要赞助 所以我们帮你们推廣新生活运动了 这根本就没有人 OK 莫德纳是打几支啊 莫德纳 看大家都不知道 对啊 没人知道 等拿到八就知道了 那第二个新闻 五月底开始 英国和苏格兰放宽社交限制 允许大家可以在室内碰面 还有到别人家过夜 这代表可以打破社交泡泡去约泡了 Medical experts suggest that your best sexual partne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yourself or someone within your household If you are having sex with people outside of your household, it's important to limit the number of partners you have, one expert says 医学专家建议哦 在COVID期间呢 每个人最好的性伴侣就是自己或是家人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 哈哈哈哈 我真的忍不错 然后我继续讲到这时候别翻的哦 如果是和家人以外的人打泡 那么 那么 限制伴侣的数量就很重要 哦 不过现在大家都待在家里哦 如果你身边有小朋友 或者是有公公婆婆的话 这诊断都是在讲打泡啊 对,诊断都在讲打泡哦 来不及了 People should avoid kissing wear a face cover and choose position that aren't face to face Masteration, sex toys or having phone or online sex are recommended as the safest options 做爱的时候呢 人们应该避免亲吻 并戴上口罩 然后不要用一些会脸对脸的姿势 哈哈哈哈 这是蛇翻的 一看就知道是蛇翻的 不用再讲翻什么背后式 就面对面 就不要尽量不要面对面啊 直接讲不要面对面的 哈哈哈哈 不过最安全的选择还是自慰 玩性玩具 或是进行电爱与网路性爱 哈哈哈哈 蛇翻真的很好笑 蛇翻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一开始就逼他要去翻 然后他都一直不提要他要翻 我就蛇这一段给你翻 他就哦 然后翻完以后 他边翻 我跟Ken就开始一直取笑他 然后不准他改 哈哈哈哈 然后就说你如果要改 因为最好的信犯率是家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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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是和家人以外的人打炮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原文 原文是说household啦 就是 家里面的人 是没错啦 是家里面的人 住在家里的人啦 就是比如说你的老公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室友 你的室友 对 而不是感觉 这感觉好像跟爸爸妈妈 对啊 这好像跟小孩好怪哦 哈哈哈哈 或姐妹 我想到的是丈夫那种家人 哈哈哈哈 好怪哦 蛇你的妹妹是你的家人啊 他不是都会听你抱怨吗 哦哦好吧 对啊 补充一下 辉瑞跟莫德纳都要打两季 哦 我以为他们是一季 那个我之所以会看到这个新闻 是因为我们有 有听众啊 然后丢了 加拿大他们就是 有列出说 如果你在这个肺炎期间 这个lockdown期间 如果要 要做爱的话 有些guidline 那是加拿大那边写出来的 那他丢给我看 这是正式的guidline哦 超好笑 是正式guidline 那我就想 原本我就原本放在心里面而已 可是昨天呢 有新闻就一直在讲说 因为现在已经是三级了嘛 对不对 现在全台湾都是三级了 可是好像在彰化那边呢 在三级之前 lockdown之前 还很多人去找那种 越南的 来的那种 在卖淫的人 在那边打炮 进去的时候还被抓包 全弱 我就觉得还蛮好笑 然后超多人在转 转贴说哇 彰化要变成防疫破口之类的 干 就是一个要趕快成立性专区 对 其实他们说很多 很多那时候在万华的那些 摸摸查的那些越南小姐啊 他们现在因为整个万华被lockdown了嘛 可是他们 要嘛是要还钱给什么集团啊 或什么的 他们就没办法 只要南下 然后赶快去接客这样子 赶快赚钱要还钱 所以就是现在突然有超多 所以现在就超多这种小姐 就是跑到中南部 所以其实变得比较危险一点点 大家要注意 大家忍耐一下好不好 就是 大家就是这段期间呢 要打炮 那有些guidline要follow 跟家人 对要跟家人好吗 跟舌边学学 或者是 或者是不要用脸对脸的姿势打炮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那加拿大开给大家的guidline 说你在这个期间做爱的话 要注意事项 她说 steps to protect yourself during sex 第一个 ask your partner if they are feeling unwell or have any symptoms of covid-19 OK 这比较简单 谁是关心 对对对 谁是关心她有什么症状 就看看他们有没有症状 那再来是 什么不舒服 第二个我觉得凯莉可能会需要 consider keeping contact information of your partners so that you can reach them if you develop symptoms 其实我觉得就是 直接不要约炮比较好啦 就留下对方的联络资讯啦 然后再来是 不要说打完炮就走了这样 对 那再来是 before and after sex 要注意的事项 那第一个是 wash your body with soap and water 原本就要洗吧 哈哈哈 然后再来是 wash your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好 洗手刷过20秒 那再来是 wash sex toys sorily per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 most but not all can be cleaned with mild unscented soap and water do not share them with multiple partners 这都蛮正常啊 正常人都要做这些事情吧 没有没有 就是说信玩具用完 要就是要清洗 用之前要洗 用之前要洗 可是可是这个她说不要不要用那个 就同一个信玩具 不要用在很多人身上 这个就是 呃 以前可能不一定做得到啦 这样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根据 自己的信伴侣去增添信玩具 不要再帮自己狡辩 不要帮自己狡辩 你这样不是就会被发现 不要帮自己狡辩 而且你上面是要贴名字吗 还是说你要用肤色 要用肤色 你最多 你最多有同一个玩具给几个人玩过 就不几个 好安静哦 我现在不知道是网络很差还是谁 这好棒 所以大家要记得哦 现在就是性玩具 就是要分开 比较好 不会交叉感染 好 那再来是 Ware a face covering or mask Heavy breathing during sex can create more droplets that may transmit COVID-19 所以要打泡的时候要戴口罩 打泡要戴口罩 然后或者是把脸盖住 不然的话 他说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水珠 呼吸比较出重的时候 对 会传染 OK 所以把脸盖住 再来是说尽量不要kiss 下一个是 Choose sexual position that limit face to face contact 对 就是把脸整个盖住 这样就不用看到对方的脸 你们没有face to face吗 对不对 完全没有 所以你们是用纸袋吗 你们在家是用纸袋吗 没有就是 谁在下面就被子把整张脸盖住 这样就不用看到他了 大家都开心就对了 对大家都开心 我要笑死了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酷 这一点就是那个听众传来的时候 他还特别highlight OK 他说 use barriers like walls for example glory holes that long for sexual contact but prevent close face to face contact 他说尽量中间有个墙 墙中间有个洞 这样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我要笑死了 这个叫什么洞 那个叫做 glory hole glory hole 是圣人洞吗 我有点忘记了 中文怎么翻 我忘记他们中文怎么翻 我真的要被笑死 你知道什么是glory holes吗 你有看过吗 神圣的洞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holy啦 哈哈哈哈 holy holes 光荣的洞 他叫循环洞 二十四 你有看过这种洞吗 我记得好像有更好的 没有 没有看过 来 Ken有看过吗 女侧没有啦 我没有看过实体的 女侧没有啦 可是很多人 很多听众 我们之前好像有问过台北有没有 然后就有人说好像以前 228公元有 对228公元以前有 对228公元以前有 我觉得好棒喔 然后后来就没有 就好神奇喔 我觉得男同志好 好会玩喔 他们是不是自己 我觉得女同志真的输 输爆了耶 哈哈 女同志有glory hole 没有 女同志会喜欢glory hole吗 女同志 不是啊我再说是男同志 如果有的话你 你会去用吗 你说以前啊 以前一定会啊 以前年轻的时候 可是女对女 可是女对女glory hole 会好玩吗 不是我现在讲的是 不一定是要用一样的方式玩啊 我的意思是 男同志就真的很敢玩 女同志很多时候 真的就是要用哄骗的方式 哄骗 就大家比较害羞 我觉得都是你在哄骗别人 别人都是用真心 只有你在哄骗别人 不是 我觉得台湾的女生 你就是一个渣男 你就是渣男 真的是很害羞 真的是很害羞 大家就是会比较不好意思 你去国外的时候 你觉得国外女生 比较没那么害羞就对 完全没有 我觉得差很多 我觉得台湾这个就是 明智未开 好 这个 不过 这几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大家就是lockdown的时候 尽量 不要跟家人以外的人打包 哈哈哈 一直重复这句话 或者是真的要的话 尽量就不要 脸对脸 哈哈哈 这样才不会有传播的危险性 对或者是用隔板啊 我们最近不是有那个压克力隔板 大家或者是外出就是 自备 自备 压克力隔板 然后挖个glory hole 好不好 哈哈 大家就是尽量以安全地 干glory hole 如果你躺在上面 然后压克力板放着 压克力板 那 那个洞 大家自己要磨 磨一下哦 那很利哦 破皮哦 那些引动的话 可能就整根掉下来 我跟你讲 哈哈哈 欸那很利好不好 哈哈哈 超危险的 哈哈哈 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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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画面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欸那很危险欸 超危险欸 哈哈 好 我们 可以来闲聊了 好好好 终于可以闲聊了 大家 你们刚刚都在闲聊 哈哈哈 好 很多听众 都有丢那个 一个新的Netflix documentary 给我们看 叫做Seaspiracy 对不对 Yeah 海洋阴谋 阴谋论 这个我没有看 蛇你有看吗 对 我有看 我会看到是因为蛇都在回答 我们的IG私讯说 哦 这个我有看哦 然后就想好哦 蛇有看被我抓到了 竟然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还没看完 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怕 怎么说 这个我是之前在那个YouTube上面 看到很多外国人在讨论 所以 嗯 我对他有一些看法 不过你可以先说一下 你对这部剧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养殖鱼类的部分 因为养殖鱼类 他们虽然是在海洋上面养 但是他们会用很大的鱼网 或是一些隔离物 把一群鱼隔起来 那些鱼从很小到可以补起来吃 都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等于说那些鱼就是一直 把自己的惠物给吃掉 Yeah 就是便便啊什么的 所以正常来说 那些鱼就是被捕捞上来 是会灰灰脏脏的 那里面就有举那个鲑鱼的例子 我们一般在菜市场 挪威的鲑鱼那种的吗 就鲑鱼 它没有特别说是哪边的鲑鱼 就鲑鱼补起来以后 正常是灰灰的 但是我们在菜市场看到是 红红的颜色 其实是因为他们有加一个东西 叫虾红素 就是一个抗氧化 鱼肉 我们说鱼肉原本是灰灰的意思是不是 对啊 因为那些鱼就是从小到大 都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一直吃自己派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会被隔到别的地方 它就是一直在同一个空间长大 非常可怕 我现在看到鲑鱼就 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 靠那种方式养出来的 所以现在看到鲑鱼就跑完了 吃了不干不尽 没办法啊 不然怎么办呢 那个又不可能对你的身体有什么 对啊 有负面影响 谁知道 你怎么年纪轻轻 怎么这么怕啊 你这样看起来不像一个二十几岁 你看台湾人吃鱼鱼鱼 对啊鱼鱼鱼吃多久了 台湾人 你看鱼鱼鱼鱼 是一种鱼 是类似鱿鱼吗 就很好养的鱼 它常在夜市就跟那个 当鬼盾在一起 对啊 那个头上也常常 哦 我知道 可是那个我不吃欸 它们也是吃那个自己的鱼鱼鱼 那是比较脏一点嘛 对不对 就吃那个 我也不是吴国鱼 我也不是吴国鱼 哦 哇 OK OK啦 然后呢 它主要在讲那个 永续海洋永续发展的问题吧 对不对 还有那个 海洋垃圾问题 就是我们 现在不是一直在讲 不要用塑胶吸管 要用玻璃或是铁嘛 但是其实 类似就是塑胶类的垃圾 只占海洋垃圾的0.03% 所以大宗是 就是鱼网啊 那些就是跟捕鱼有关的垃圾 可是这边我要反驳一下 因为这个我就是有去 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嘛 然后说 这怪怪的 而且我也去看了一下其他 就是看了 Seaspiracy 然后来拍成YouTube影片的一些 Marine Biologists 就是海洋生物学家 他们说 他那个影片啊 有些facts有没有 他就是讲特别片面 然后讲一些 有夸大的数据 让你就觉得好像很恐怖 像你说的那个 捕鱼的垃圾啊 commercial fishing 在海洋造成的垃圾 其实差不多 只有总共的20%而已 其实大部分80%的垃圾 还是由土地上 从由地表飘过去的 嗯 那你记得我之前不是有说 像黎巴嫩啊 嗯 他们垃圾就直接丢在海边吗 然后就是有land fill啊 其实很多垃圾 其实都是就是从这种 掩埋场 然后就一起出去 就直接排到海洋里面这样 对对对 这种的才是最多的 那你说的塑胶 那个吸管啊什么的 其实就是 算在这80%里面的一些 这样一起飘下去 哦就是那种 对我来说 所以他这个数据上 对啊 重点不是什么用塑胶吸管 还是用铁吸管啦 重点是就是 不要一直浪费 热色要处理好 对啊 还有不要一直浪费 大概是这样 不过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啦 这个 减速的问题就被 先被牺牲掉 这没有办法啦 嗯 现在大家很多地方 也都是暂停使用 自用杯嘛 或是自用的餐具 为了避免有传染的问题 那现在餐厅超可怜的 好不好 不是我要说 对啊 但我前几天路过餐厅 然后他就跟我说 欸外带打九折哦 然后我就默默飘过去 新开的对不对 对我就看了 就是觉得很难过 那可爱的那个小店员 在那边说 欸 可以来买外带哦 就飘走了 我觉得我对于那个 性工作者也是很心疼 他们就平常已经很辛苦了 要做爱赚钱 然后还现在就是 就要被被迫shut down 然后他们连 零补助的资格都没有 对啊 对啊 可是他们平常可能会 赚的比较多一点点吧 相对 不一定 他们没有缴税啊 可以很便宜就有服务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有修过性别学导论 你不要一直每天 史本上的都不准 你只会讲理论而已 而且教授自己是多多 什么时候要田野调查 对啊 你不要跟教授学那一套 只会在那边 要像我们的善教授一样 对 出去找景 对啊 走下去 要去找景 对你要学着找景 知道吗 对啊 傻野 不要都让人家告诉你 我们的景有多深 自己没有去找过 怎么可以知道呢 那还是别人做好了 好啦 这个 最近好像 Ken有去买一些 加密货币 等一下 我最近才开始 终于开始去买那个 恭喜你 你又在买门票了 对 反正我就想说 反正真的亏掉了 就亏掉一条相机 这样的概念 所以还好啦 还好啦 反正就是 就像之前 就像之前GameStop的概念嘛 就买进去 然后可以跟大家聊 我买了以太币 跟大家说一下 耶 买了以太币 你在大崩盘前 还是大崩盘后 我在大崩盘的 当下买的 所以还好 我买到 我买到很便宜的 我买到便宜的 恭喜你耶 终于像GameStop 买在400块 哈哈哈 都在说了 哈哈哈 我觉得很棒耶 我100多块卖掉了 可以300多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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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哦 哇靠 我还不自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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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相机嘛 我就说 用相机的价格来算就好 OK 就是损失几台相机而已 还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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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那个 Ethereum 我觉得 开始买了以后 我才发现说 加密货币的市场 真的非常的疯狂 你知道吗 你身边不是有人在玩 可以一天 可以一天上下二十几% 我有好朋友 他现在就是整个投入了 有没有 他们把他 原本的资产 allocation 他原本大部分都 全部都是放股票的 他现在有一半 都放在加密货币了 天哪 可加密货币涨幅这么大 你也知道我朋友 他们的资产算不少 很大 所以有一半放到加密货币 我有一点吓到 哇 那 因为他说第一次liquidity 就是真的 有什么事的时候 跑出去要 要拿钱出来 还是拿出来 不会说可能 钱卡在某一个国家 这样子 什么意思 哦真的哦 所以他不会觉得说 假设在股市 股市也拿出来啊 什么意思 不一定啊 可是就卡在那国家 那国家不让你外汇汇出去啊 之类的 哦 这是一个优势啦 可是我发现 大家在玩加密货币的人 很着迷的这些人 就是他们 就是对加密货币 都有一种信仰的那种存在 是啊 是真的 就是不管他大跌还是大涨 就是他都 他都没有要出场 他都没有要出场 我跟你讲 或是出一点点也没关系 他们就不要 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的世界 现在就有点像WOWS 你知道吗 就是 什么 就是大家就是 因为可以操盘 就是可以 可以 你说大家一起在reddit上面的操盘 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或把某个人的资产逼掉 之类的 反正他有截图给我看啊 然后 就说 我们那天大崩盘嘛 他说哦 因为他们 其实有人在操作 要让中国的某一个 什么 避伤哦 让他亏钱之类的 然后把他弄下去之后 过几天就会涨回来 那结果真的就涨回来 我整天傻眼 哇这是真的 因为有timestamp 因为有timestamp啊 那些文章都有timestamp啊 所以 Elon Musk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 Elon Musk是啊 你看他讲几句话 就可以让东西 上下跌成这样子 所以他一定是有 然后再来这个东西 不会被SEC给盯上啊 你说这个没有什么 内线交易的问题 我现在叫大家 全部去买以太币 因为政府没有在管啊 因为政府没有在管啊 没办法管吧 没办法管啊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今年以太币 一定会涨到1万块美金的 大家都这么说 我说哦好吧 然后那时候我们 他在跟我讲要买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多少钱 那时候3000块吧 我没有买 然后过几天 过一个礼拜就变4000 然后我看到黄豪萍都在说 天哪以太币最近长成这样子 真开心之类的 可是黄豪萍就只会跟风而已啊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啦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头洗下去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4000哦好贵 我又不想买了 那因为我朋友还有说 可以你买了吗 涨到4000哦 我说我没有 我觉得我来不及之类的 他说好吧那你再看看 然后我真的是前几天 就决定要看看的时候 就刚好是大崩盘 然后买那个很简单你知道吗 我买在 我买在2500吧 哦 就崩盘啊 很低耶 我就说崩盘啊 我记得也涨回来了嘛 对不对 涨到2900现在是2600嘛 OK 所以就哦好吧 那就买一点点试试看 而且可以刷信用卡买 他们现在弄的超简单的 就是信用卡刷下去就买了 本来我买买看 而且他那个东西 不是我要说就是 整个币圈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 我觉得他们可以给到 他比我们还像邪教 不是不是 因为他们可以操作的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regulation 所以可以操作的范围变超广 当然风险很高 可是他就是有那种 你的币存在里面 他给你10%利息耶 It's crazy It's so crazy 我现在才开始了解 像很像以前的那种 就是金融骗局 就是保证你可以怎么样 这金融法规是不允许的 你不能保证人家一定会赚钱 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世界 反正我想说 就丢一点点钱 进去玩玩看 但是输了就算了 反正输了就有东西可以讲 但是现在大跌一定有人脱裤子啊 对啊 因为那天大跌的时候 因为之前涨超多嘛 所以很多人开始用margin 在买然后在炒作嘛 怎么叫用margin买 这个让财务的舌边 金融专家 金融专家 刚考完试的 赶快来分析一下 margin是什么 就是融资然后买进啦 它这个可以无限赔的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你要记得 你要是输了你就会无限赔 你要是输了你就会无限赔 我听不懂欸 我听不懂欸 什么意思啊 是跟家人跟家人 什么鬼 那反应讲起来跟家人 那个差不多概念 什么就借钱买的意思吗 你要跟银行 或是跟券商借钱 对啊 然后融资买进 然后 对啊 那可是大跌的时候 可是你实际上 没有花真的钱买嘛 所以大跌的时候 变成说你要赔那些券 或者是你币 对啊你要把它补进去 你要补回去 那补回去的时候 你就是亏非常非常多钱 这样子 你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补 就是无限的赔啊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那天很惨 很多人跳酷 准备要跳楼 爆炒楼 准备要跳楼 对啊对啊 完币完要跳楼 我是觉得不划算啊 大家就是 那东西看看就好 我真的觉得投太多钱好恐怖 就是要做风险评估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 看好自己有几根两种 几根两种 对 而且 好 没有啦我只是想说 我那天要去买 那天我要汇更多钱进去的时候 那去银行啊 在那边弄 第一是银行现在 他们好像分流 所以 人超少 然后排队排超久 然后再来是 我要汇钱出去的时候 他们还找不到品项 他说你要买什么 我说我买加密货币 他说我找一下 你知道汇出 他们都要找那品项嘛 对 他们说找不到 然后打电话给总行 总行也不知道怎么办 蛤 我们的银行行员 不知道怎么买加密货币哦 不是就是 汇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 这汇出款项要干嘛 那怎么办 找不到 那我就说列投资嘛 他们说投资也不行 那投资 因为他不算股票什么都不算 所以说哦 这个东西 那以后可能 我建议啊 大家如果要汇钱 你就说哦我要去买商品 不然你会在那边卡一个小时 跟我一样 ok 好啦 我觉得 Ken你果然处理一下 你的那个网路啦 我还是想看到你的脸 这样我才知道 你要什么时候要停 什么时候要讲 不然好烦哦 我也是觉得很烦啊 可不可以处理一下你的网路 好 就是 楷破 楷破不行啊 我们一定要联络中华电信 可是你知道现在就是 有一些 因为疫情吗 对疫情关系 所以他们人员也减少 然后再来是我今天看到的新闻 我们是有中华电信的外派什么机电人员 也有染疫 那我是想说哦 大家都是安全第一啦 当然是跟干爹沟通一下嘛 他们在大家都安全合法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你说能不能安装我的新网路 ok好 那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